大家好,我是陶姐 今天我们做一道家常肉饼 味道鲜美,皮包馅大 非常的好吃 而且做法也特别简单 下面我们一起开始吧 盆中倒入400克中筋面粉 放入3克盐增加精度 搅拌一下,倒入300毫升温水和面 憋到憋搅拌 搅成面团 倒入5克食用油 让饼更松软 搅成一个比较软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让面松弛10分钟 10分钟后 再简单搅拌一下 然后上面倒上食用油 用油把面封住 抹平整 盖上饧面一小时 下面我们来调馅 这是500克的猪肉 用刀剁成小颗粒状 用羊肉,牛肉都可以 剁好放入大碗中 分两次 倒入150毫升清水 给肉馅里打水 搅置肉馅上径 放入一勺胡椒粉 一勺花椒粉 一勺大料粉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两勺食用油 一勺香油 两勺椒调味 喜欢吃老抽的 也可以少放一些 再次把调料都搅拌起来 搅拥 先放一旁 一块姜切成姜末 放入碗中 将一干大葱切成小碎点 切好放入碗中 葱要最后放 馅料更鲜美 搅拌均匀 馅料就拌好了 面一醒好 案板上多撒一点干面粉 把面放上去 不用揉面 稍整理一下 切成两份 把另一份放好盖上 先整理一下面剂 然后用手把边鱼按薄 放入馅料 放入馅料 把口方紧 防止漏馅 把收口处向下 上面撒少许面粉 用擀面杖慢慢压一遍 先把一面擀平 然后再把另一面擀平 擀大 垫饼层刷油 把擀好的饼 借助擀面杖 放入饼层 用手慢慢按压整理好 上面刷一层油 锁住水分 然后盖上盖 一分钟左右 翻面 另一面再烙一分钟 来回再翻一次 我们的肉饼 就可以出锅了 烙好的肉饼 切开看一下 层层有肉 层层有饼 外面酥脆 里面肉馅鲜嫩 吃一口又香又酥 学会搅面肉饼 非常的方便 谢烙谢吃 特别的香 喜欢的朋友快收藏起来 有时间试试 这期视频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加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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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